前一阵子有位初中生发来私信 说是他等自行车上学途中突然想到 自行车在干燥路面骑行时 愿意识刻轮子的接地点都相对地面静止 因此轮胎所受到的摩擦力并没有对轮子做复工 那么平地滑行的自行车到底是被什么力量阻碍而不断减速呢 按照正常解释 车轮之所以越滚越慢 是因为受到了滚动阻力 但这个词实际描述的是能量的损失而不是力 因此本期我们就来了解滚动阻力这个指路为马的发明 话说很久以前 发明人因无聊便一边按压橡皮 一边在纸上画下压力和橡皮形变量的对应曲线 发现加力按压时乘上突曲线 而泄力复原时乘下突曲线 结果按压一次后就形成了封闭曲线 这说明橡皮在相同的形变量下 压缩时吸收的机械能 要大于回弹时释放的机械能 那剩下的能量去哪了呢 原来橡皮里充满了高分子长链 每次挤压都会让长链收缩拉伸并互相摩擦 于是就把一小部分机械能变成热量释放掉 这才导致粘弹性物体在相同的形变量下 回弹硬力小于压缩硬力 这时发明人突然想到 橡胶轮胎其实跟橡皮差不多 同样具有粘弹性 于是观察它的接地面 发现轮胎静止时 所受压力从中间向两边减弱 连线可近似看成抛物线 由于合力穿过圆心 因此轮胎不受到旋转力矩 可是踹一脚让轮子滚动起来 接地面前侧就在不断受压弯折 而后侧则不断回弹还原 虽然这两处折角的形变量是相同的 但橡胶轮胎是粘弹性物体 同样会导致受压弯折处 比回弹还原处的硬力更大 于是轮胎所受的地面压力 就出现了峰值前移 使合力移动到轮子圆心的前方 因此会对轮轴产生阻碍滚动的力矩 该力矩等于地面支持力N 成立到圆心的距离翼 接下来请您关闭正常人思维 跟随我进入50年脑梗状态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阻力矩 就是轮子在平地上越滚越慢的原因 但是按照发明人的脑回路 该阻力矩从数值上 还等于一个压根不存在 但硬要穿过圆心的力FR 再乘以圆心到地面的距离R 也就是强行让真实存在的阻力矩和实际上 根本不存在的力矩构成等式 如果将等式变形 则强行虚拟的力FR 就等于一除二乘延 这时发明人指着等式说 列为看官 您看我写的这个等式 是不是和净摩擦力F 等于净摩擦系数 6乘以正压力N很相似啊 既然如此 那么我今天就把一除R 给它命名为滚动阻力系数 那这个FR 我也就只能把它命名为滚动阻力了 因为它确实等效于阻碍前进的力 可发明人话音未落 就有人提出反对 既然你这个FR根本就不存在 那你说这又算是哪门子的阻力呢 发明人眼珠一转脚辩道 虽然我把FR称为滚动阻力 但它的实际意思是指 轮胎在不断弯折回弹中 所损失的机械能 和轮胎滚动距离的比值 因此滚动阻力是表示 轮胎在单位滚动距离上的能量损失 苍天有眼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真正的力 因此本人主打的就是指鹿为马 此时又有人问 既然FR不表示力 那你这个等式算出来的单位 明明就是牛顿 又做何解释呢 只见发明人的眼珠又转了两圈 继续诡辩道 请看 一和二的单位都是米 而N的单位是牛 所以我发明的这个滚动阻力 它的单位就叫做牛顿米没米 苍天有眼 我可从来没说过单位是牛顿 别忘了我主打的就是指鹿为马 于是滚动阻力这个物理量被强行发明出来 就是为了描述轮胎接地面在滚动中 因反复形变造成的机械能损失 由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钢体的轮子和地面 因此任何圆形物体在平地上滚动时 都会无可避免地出现机械能损耗 而不断减速直到停止 所以我们把地面摩擦力 当成轮子无法滚动时所受到的阻力 实际上主打的也是指鹿为马 我将会继续成的右下方 在电话中 在房轨的那个超级 在电话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